選擇籌碼強勢股 操盤手非你莫屬 大家好 我是籌碼大師李宗鑫 上禮拜五的美國股市拉回 再加上台北股市 受到淘基疫情 可能群聚的影響 上禮拜五出現一根 比較嚴重的黑K棒 當然這根黑K棒 我相信我記得在 李宗鑫的影響 在禮拜五的時候 我在節目裡面提到 賣股票兩個重要邏輯 第一個是我認為漲多了 我要賣 第二種我認為未來還有低點 所以這裡先賣 免得它會更低 本來小賺可能變成小賠 如果現在不賣 萬一下禮拜變賠錢怎麼辦 所以上禮拜五 非常非常多的投資朋友 選擇在那賣方 為什麼呢 因為去年五月份的例子 因為記得當時吧 去年五月份也是收完盤之後 禮拜六 禮拜六忽然確診一百多人 一百八十人 那本土一百八十 然後雙北就三級警戒了 當時我記得五月十六號 那天禮拜天 我來公司 整條路上 因為我們公司在南京東路 路上幾乎都沒有人車 這就是台灣人民可敬的地方 為什麼台灣疫情守得住 除了我們的團隊之外 除了防疫團隊之外 當然台灣人民的合作 守規矩 大家都戴口罩 勤洗手 一定也有關係 所以我記得 其實上禮拜 我們副總統還接受 外國媒體的訪問 記者問他說 為什麼台灣防疫那麼好 台灣人戴口罩的 比率大概都好 我們副總統說 幾乎台灣全部都戴口罩 這個就是為什麼台灣的疫情 始終是在國際監視名列前茅 因為確實幾乎防守得非常的嚴謹 當然可愛的人民 也是重要的關鍵因素 那想想看在去年五月份 疫苗還沒來 對不對 疫苗的覆蓋力還不夠 人民當時的警覺心 可能也還沒那麼高 所以目前的狀況 我覺得是大家過於擔心的 對不對 你看看嘛 來 我們來回顧一下好了 各位來看一下 去年的五月十五號 禮拜六 因為禮拜五收盤 禮拜六收盤 禮拜六那天 新增確診境外五人 本土180人 所以雙北變成三級警戒 在這裡 五月十四號收盤 十五號招了禮拜六 然後呢 五月十六號是禮拜天 五月十七號禮拜一開低嘛 開低就見到波段最低點 雙北升三級警戒在這一天 五月十七 五月十五嘛 但是禮拜一開盤 五月十五號是禮拜六 禮拜一開盤就最低 然後一直到哪 漲到哪裡 漲到兩千點 漲到七月十二號 你看 五月十九號 全台一致升三級 七月十二號宣布 微解封在這裡 七月二十七號 正式降回二級 二十七號在這裡 我可能畫錯位置 大概就在這裡 降回二級 重點是你看 升三級警戒在最低點 微解封已經變成高點了 很簡單 這個才半年多前的事情 去年五月份的事情 不是十年前的事情 我相信大家印象都很深刻 所以 我昨天在大事業話 昨天晚上 在大事業話怎麼說的 對不對 去年五月十六升三級 五月十七股市破了最低點 七月十二號微解封股市在高點 所以如果這個禮拜在跌 那應該股票是 該買還該賣各位 各位 該買還該賣 應該上禮拜五就要買 上禮拜五就亂殺了 今天早盤 應該還是可以在那買方 有些股票 可能早盤開盤 還比上禮拜的售盤還要低 因為剛好國際股市要回檔 大家擔心的是 疫情會不會更嚴重 可是你看看去年的現象 所以當雙北三級警戒的時候 就是破斷最低點 如果未來真的出現這個狀況 記得要站在買方 要站在買方 當然這兩天我在 上禮拜五我有提到 各位應該可以用功做一下功課 因為一定有股票被亂殺 那如果有大戶法人套牢的股票 你也可以逢回做多 不過有一個重點 有個什麼重點 順便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在12月中 我說大盤會複製當時 這裡 22年前的現象的時候 在這裡 就跟各位分享 逢反彈上來 你的MACD柱子檔體質 負向的股票 記得你要賣 對不對 我舉例來說 這是MACD指標對不對 將軍指出MACD指標 正向負向還是正向 可是還是有很多負向的股票 那如果法人買的股票 是MACD負向的股票 不是不能買 但是那個先用強反彈的心態 例如說這個吧 你看 上禮拜五 外頭沒比第一名是連結 對不對 連結啦 富彩啦 台表課啦 這些 那我們打出來幾檔 看看吧 哪些是負向哪些是正向 哪些只看反彈 哪些還是破斷 來各位看一下 第一檔連結3094 它已經變得負向了 反彈要不要減碼 要 對不對 本來多頭嘛 平常訊號都出來了 好 來 3714 這檔今天盤下真的應該買 它是正向 MACD注重起來 持續的擴大中 所以今天的盤下 3714的負彩是買點 6278 台表課呢 台表課是不是也正向 所以拉回來這裡 這個是可以找買點 今天平盤以下附近 都是應該找買點 保齡附近呢 第四名 1760 也是正向喔 正向很久了吧 對不對 有沒有負向的有喔 3059 華金科 好 它今天也漲 對不對 你找盤開低 開平盤去買 你也賺 但這個呢 就用反彈來看待吧 對不對 這裡MACD正向 現在是變負向 這種MACD負向 趁KD勾起來的時候 你要賣 這種反彈 我是不搶的 應該也會有反彈 因為反買嘛 反套牢嘛 那今天逢低買 有沒有賺錢也是有 也是紅K 但是呢 這種股票我就不會買了 因為 它只是反彈行情 來3624 光潔 第六名 這多頭空頭 它多頭好久了 一直都是多頭 所以 這種股票呢 我們系統出現訊號 一路有沒有 到現在都還不用賣 MACD是一直在多頭 要不要賣 不賣 不曉得哪裡是高點 市場決定 不是我們決定 其實上禮拜五 它很弱 它非常弱 上禮拜五 它跌了6%多 今天它快漲停 來 光潔 3419 這個看得懂了吧 負向正向 負向對不對 今天開低走 你找盤開低 你一樣可以吃豆腐 但是吃完豆腐 KD勾起來反彈記得要賣 上面套一大堆人 MACD負向 這種股票 波段就不做多了 波段做多到這裡 對不對 那這MACD負向 不是盤整就是盤跌 2405 浩欣 一檔一檔跟各位分享 浩欣多多空頭 MACD做得很負向 也開低走高 幾乎都給我們K 法恩昨天買的 禮拜五買的 今天全部開低走高 有的只是反彈 有的是波段 醬油分清楚了 今天花點時間跟各位說 你就把MACD調出來看 MACD負向的 對不對 柱狀體是往下的 那你反彈起來 KD往上的時候 KD往上本來是短線轉強 很簡單的邏輯 中線弱勢的股票 短線轉強 該站在什麼地方 站在賣方 中線多頭的股票 這兩天 上禮拜四禮拜五 KD回黨 拉回來 KD回黨 KD的死亡交叉 是買方還賣方 中線多頭的股票 短線轉弱 短線拉回來 是買點 上個禮拜 不才在跟各位分享 台積電的設備供應鏈嗎 我相信上個禮拜 沒有老師要講 沒有同業要講 因為都不強 很弱 台積電弱 供應鏈也很弱 對不對 但是今天 今天我相信大家都在講 台積電的設備供應鏈 所以我常說 我怎麼看我就怎麼說 我怎麼說我就怎麼做 所以你要真正吸收到 這三星的操盤經驗 當然 你一定要來加入 我幫各位打造了一個 專業操盤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邊是 Telegram的QR Code 右邊是Light at的QR Code 趕快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當然 如果想要看大師一話 像我昨天跟各位分享的 今天早盤開地是在那買方的 當然你就很簡單 加入籌碼大師的Light at 然後點擊手機右上角的記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大師一話 還有例如說 我昨天碰了那些圖 還有剛才各位看到的籌碼表格 今天有一檔股票非常強 非常強 哪一檔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今天大概有一半的老師 都會講這一檔 但是想想看 上個禮拜五 有沒有會講這一檔 有沒有 沒有 因為它疊半字停板 對不對 其實這就是一個 操作強弱的分野 對不對 封關前 在12月底 台電設備工業的人都很強 大家都有 第一個禮拜全部轉弱 大家都沒了 避之為恐不及 沒有要講 只有我李中興最笨 每天講 買進去套牢也在節目裡面講 對不對 這就是我了 新雲這裡跟各位分享了對不對 來 新村我們拉回來了對不對 來 這裡我買 對不對 買 好高興的 紅 是不是 對啊 紅 這一天呢 禮拜五咧 又黑對不對 禮拜五怎麼說 買啊 我這裡還在買啊 100.5 找盤開電 收盤也差不多收到這裡 收盤還到98 盤裝還有到98 殺下來 震震震 收盤大概也在 100.5附近吧 對 禮拜五 拉回來 我們還在買新雲 如果你禮拜五你沒有買的話 你今天會不會去追 如果你今天會去追 那還OK啦 如果今天不去追的話 他今天漲停板了 你相信 你相信嗎 上個禮拜五買的100.5 也收到100.5 今天變成110.5 今天它漲停板 禮拜五有沒有買 有 我們禮拜三也買 禮拜五禮拜三都在買 今天問你們有沒有公開 有 我公開講 我還說禮拜四你可以買的 比我更便宜一點 對不對 那禮拜五我們又買 有沒有公開說 如果禮拜五你沒上車的話 今天 你怎麼上車 對不對 而且 真的蠻有趣的 你看今天 大家都有了 大家都好 大家都有新雲 因為今天新雲漲停板 鎖起來 變成 領頭羊了 變成台積電設備供應鏈 最強的一檔 那其實 我們系統我們平上去嗎 沒有啊 這裡就做多了 一路對不對 強勢給我拉回 MACD多頭 強勢給我拉回 不是找買點嗎 不是該找買點嗎 來 來我們兩組會員都有啊 金鑽冠軍的 金鑽冠軍上禮拜五買的 金鑽冠軍 還有尊榮會員 兩組會員都有 非常恭喜 掌庭鎖住 新雲 所以這就是 滿有趣的一個事 就是 我們這樣說吧 因為上禮拜五 上禮拜五 為什麼會提 來 3141金鴻 對不對 我說他MACD不是負項嗎 這裡KD夠起來 不是該賣嗎 上禮拜五 有個新會員加入 盤中 因為我在檢視他的持股 我一看 糟了咧 他手上有 3141金鴻 然後呢 他說老師我這 大概已經賠7%了咧 因為當天快跌停版 因為當天收跌停嘛 跌7%那時候 我說你賣 老師我現在還賠了7%咧 要賣嗎 他大概買了這裡了吧 他其實買的位置也還可以 但是這裡沒出 掉下來 哇糟糕已經賠錢了 大概買了這裡 我已經賠7%了 要不要出 我說出你換星雲 他就換了 如果不出 他賠7%不出 既然他又跌停版 變成賠17% 對不對 他換成星雲 好 金鴻賠錢 賠7%換星雲 星雲買進去 今天變漲停版 變成賺3% 如果你 3141金鴻不換 到現在賠17% 換成星雲 變成賺3% 他們開心 開心得很啊 還好閃過 今天又一根跌停 這起跌點有沒有很可怕 對不對 禮拜五你不捨得賣 今天大盤很多股票開低走高 他就是開低走低 盤中還殺跌停 嚇得嚇死了 那位會員開心得很 雖然禮拜五他會痛 老師真的賠些 我可不可以等他 彈上來一點 我可不可以小賠再出 或者來到我成本附近再出 我說你來到成本附近的話 星雲不知道到哪去了 這就是一個概念 如果真的萬一有一天 他真的上來了 那你認為星雲會不會 漲到外太空去 會不會 是不是 這就是太弱換牆的概念 7%你不捨得停損 今天變17% 7%如果停損換掉 換成星雲 今天變成賺3% 因為今天星雲漲停 看起來明天還有高點 未來搞不好 本來停損7%的 未來可能變成賺17% 有可能 對不對 那如果你不走 不走現在變配什麼 禮拜五不走 賠7%不走 現在變成賠17% 其實股市就是再一個決策 在關鍵時刻 你有沒有做出 對的關鍵動作 太弱換牆 所以為什麼這兩個禮拜 我就要跟各位說 你趕快回去看看 你手上股票 MACD是不是負向的 MACD負向趁KD勾起來 大家還沒聽懂 MACD負向趁KD勾起來的時候 這裡KD勾起來不是該賣嗎 MACD負向KD勾起來 黃金教授趕快賣一賣 我最厲害 30年最棒的賣股票經驗 已經在節目裡面公開了 已經公開好幾次 為什麼一直公開 其實這是我的法寶 我真的不太願意公開 付費的課程我都不會講 為什麼 因為太多投資朋友不會賣股票 總覺得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等他上來再說 你有沒有想到 萬一不上來了 那如果換人對的 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你為什麼不換股 老師我賠3%不捨得換 你如果賠3%換成星雲 今天星雲漲停 你變賺7%了 是不是 那你3%要不要賠 當然要賠 你不換成星雲的話 怎麼賺得回來呢 是不是 現在懂了吧 所以我還是要跟各位 語重輕長的跟各位講 該換的時候就是要換 回去做做功課 MACD附向股票 趕快趁反彈賣一賣 找MACD正向股票的拉回 對不對 萬潤呢 萬潤出現平常訊號沒有 沒有啊 我們不是盤下來在買嗎 對不對 雖然今天沒有很強 其實今天的早盤他還有創 這波的高點 雖然沒有很強 但是沒有平常訊號之前都續爆 你看嘛 外投本筆 上禮拜四不是第一名嗎 對不對 投本筆也是第一名嗎 那上禮拜五的 外投本筆 其實萬潤也不錯呢 我記得 第10名呢 是不是 外資投心也在買啊 所以當然還是少買點 我們在不在 還在 因為平常訊號沒有出現 中砂呢 我相信今天台積電工程 大家都在講啊 對不對 最厲害的就是星雲嘛 中砂有沒有 中砂有啊 你不趁拉回的時候買 什麼時候買 對不對 來 這裡買的嘛 老師你撈開啊 我記得我說啊 撈開啊 更低呢 是不是 更低啊 是不是 來來來 那如果未來上去呢 他MACD還是正向的 對不對 中砂 所以 誰在台積電供應鏈 台積電設備供應鏈回檔的時候 每天在節目裡面追蹤 誰 當然就是我嘛 所以 今天的星雲漲停意外嗎 也不意外 那如果你上禮拜五沒買 上禮拜三沒買 今天 不知道望星雲星探了嗎 對不對 來 凡宣呢 凡宣這裡買啊 對不對 老師買也沒漲啦 你看 對啦 是沒什麼漲 對不對 今天是不是上來了 抱歉 是不是 所以啊 不要受操盤在操作 不要受情緒的影響 所以你看喔 這個禮拜我在經濟日報的比賽 我們還是非常非常 好幾檔 五檔裡面 還是有 三檔吧 是台積電設備供應鏈 那還有一檔呢 就是我每天蓋牌的 洪椒騰 洪椒騰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吧 因為在經濟日報也看到我的資料了 洪椒騰 還有一檔呢 還有一檔上禮拜我本來蓋牌的 這支啊 連三個訊號 拉回來是哪一檔 我選疊半支的股票來比賽 你相信嗎 不是選掌停版的股票來比賽 疊半支的股票來比賽 哪一支 車王店 選他來比賽 選他來比賽 今天車王店是不是長紅啊 你要選什麼老師 每天帶你追掌停 還是趁長黑去買 今天變長紅 車王店長黑變長紅 星雲長黑變長紅 所以你要跟著誰做 當然要跟著我們做 各位 如果你沒辦法準時兩點 收看我們節目的話 很簡單 來 訂閱籌碼大師YouTube官方頻道 最新的市場資訊 讓各位戰無不勝 記得 按讚訂閱點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先進廣告 下就讓我回來 你打算跟你倆哥哥老死不相往來是嗎 我現在終於明白了 感情好就是一家人 那跟小孩子玩過家家有什麼趣 你這麼說你 你倆哥哥聽見得多傷心啊 你媽讓你回來了 你爸讓你回來了 你爸讓你回來了 都這麼多年了 你還是這麼不會說法 這是 枉費我這麼想你 我又不想你 週一至週五晚天八點至十點 五週生意維他命EC口含定 以家人之名 全家人的超級食物 我選黑白配 桂格黑芝麻 原杏仁骨奶 營養師專業調配 黑白超級食物 多骨多健康 冷熱沖 營養好喝 桂格黑白骨奶 泳城國際投骨 彼此誠信 專業 客戶至上 領先掌握市場先機 陣容堅強的知名分析師 一流的研究團隊 專業扎實的研究分析 為會員創造一流的績效 成就市場一流的口碑 泳城國際投骨 擁有完善制度 頂進應軟體設備 你不投資準確性及失效性 用心對待每一位會員 用精疲獨到的投資建議 我們是你永遠的依靠 我們是你用投資的不二選擇 永成國際投骨 用誠信專業創造績效 一通電話財富翻倍 一通電話希望無限 永成國際投骨 入位專線 02-2563-9777 02-2563-9777 謝謝你 讓我的甜蜜有個家 謝謝你 讓我們有家走互愛 謝謝你 讓幸福安居不孤單 公益出租人計劃 已經成就超過七萬個家庭的幸福 內政部邀請您 一起出租幸福 不只做公益還可以節稅 公益出租人 用好房做好事 對 還好有消費高手好設定 聽吧 滋滋滋滋滋 每天一顆 讓我們再一滋答答 消費高手好設定 美國專科權威 Dr.Levin博士證實 獨家成分 四倍所助 順暢有感 消費高手好設定 0809 05 2288 掌握市場先機 忠實給您獨到的投資建議 每週一到週五 下午2點 籌碼大師領中心 請看中心 帶您掌握市場趨勢 歡迎再回到籌碼大師 上一階段跟各位分享 其實在昨天晚上的大世界話 已經跟大家分享了 想想看 去年大家最恐慌的時候 雙北升到三級警戒 結果隔天隔兩天 台北股市開盤 5月17號就是破斷最低點 反而為解封的時候 變成最高點 變成一個相對高檔 所以重點 每次在當你人性的操作的時候 往往容易怎麼樣 追高殺低 理性的操作是什麼 就像我這個禮拜 在經濟日報的比賽 因為很多參賽者都 喜歡選掌停板的股票來比賽 感覺到最強 選掌停板的股票來比賽 我選星雲來比賽 星雲上禮拜五疊 4%多快5% 收盤疊差不多快5% 車王店疊5%多 選這兩檔來比賽 老師你腦袋壞了嗎 就星雲今天變掌停板 這就是操作 我怎麼看 我就怎麼說 我怎麼說 我就怎麼做 星雲如果上個禮拜 這裡拉回沒去買 他收盤也說這裡 100.5% 疊半支 今天星雲變掌停 對不對 不管是金鑽冠軍的 不管是尊榮的 很開心 兩組會員掌停板 來測王店 測王店 大家也知道 他子公司不是得到什麼 交通部的標案對不對 其實你看 他前三季獲利已經接近去年 去年一整年 他子公司對 跟日本 日本吸鐵巴士進行 電巴合作案 由華德提供技術授權 搶攻日本市場 這個是重點 這個才重點 這個重點 對不對 大客車這個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這個大客車大家都知道 但是這個 這個知不知道 打入日本市場 所以 我也看到 大戶籌碼一直在集中 所以為什麼你看 上禮拜 星雲大跌 車王店大跌 我們在那買方 而且還拿來比賽 老師你民視不重要嗎 當然重要啊 對不對 可是 我怎麼看 我就怎麼說 你看 上禮拜 這些供應鏈都在跌的時候 誰持續一直跟各位分享 我說你台積電供應鏈 你不曉得怎麼買的 你就來找我 對不對 星雲是不是給各位看到了 我們禮拜五 是不是跌半支去買的 今天是不是漲停板 就像我剛剛跟各位說的 因為會員 三一四一進紅 還好賠7%賣掉 不然今天變17% 賠7%賣掉換星雲 結果他今天變得賺3%了 對不對 明天還會漲 所以來 跟著誰做 跟著籌碼大師做了 運用大數據 發掘提升各位財富的金礦 是不是 你看到星雲的例子 你看到車王電燈的例子 你還能不跟我嗎 上禮拜這兩檔都大了 今天這兩檔全部大漲 當然要跟我的東西 跟著籌碼大師的遊戲 好朋友 拿起電話 立即撥打支付專線 等會自負贏家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急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市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